我们俩结婚三年了 在她的父母催促下 我放弃了我的工作 有了孩子以后 却什么都变了 她总是在抱怨 对我和家人的态度也特别不好 我们总是做不到她的满意 她和他们家就一直要求我付出 但是她却没有对这个家庭负责 我们家一直在付出 只不过就是实际情况 限制了好多事情 她应该多一些理解 现在他们家也不带孩子 也不出钱 就希望我不工作 我还这么年轻 我希望能有我自己的生活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 29岁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包女士 23岁来自四川 也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谢谢两位 结婚多久了 结婚三年了 23岁 结婚三年 对 妈多大了 两周 你这倒是愿意给生啊 不像上面那个 生里也有生了的烦恼 谈恋爱谈了多久 结的婚 两年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你追她的时候她是干嘛的呀 她那个时候在我们那里从事美容行业 我姐老在那里做美容 我姐就做了我们的介绍人 大姑姐呗 看上她了 对 然后呢 就介绍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顺利而然的结婚了 我都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说她什么 着急抱孙子孙女 然后就让我放弃我的工作 没过了多久 然后我就怀孕了 但是生完宝宝以后 现在一个情况是 她的父母对孩子是 不出钱也不出力 现在我是带着宝宝在工作 然后下班我还要做饭 给他们洗衣服 收拾窝 然后我又要挣钱 我又要传孩子 我还要看着他 给他们是给哪些人做饭 给我父母 还有你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 为什么还要看着他呢 我感觉他现在 特别没有责任性了 对我和宝宝特别不关心 男宝女宝 女宝宝 生出来之后 他父母给看了吗 刚开始就是说 我三个月的时候 因为宝宝就断奶了嘛 我就想 我就想早点去找一份工作 因为断奶了以后 宝宝奶粉钱嘛 要不是的钱 每个月开销都很大的 光只是他一个人挣钱 也是不行的呀 然后我就把宝宝 就是给爷爷奶奶看了 不是给你们看孩子吗 怎么会说不看呢 不是我父母不给看孩子 是现在他不放心 孩子让我父母看 看到什么时候吧 这么说 三个月断的奶嘛 重新工作 对 就是爷爷奶奶在看嘛 对 看到什么时候 不放心了 看到一周半左右 那也待了很长时间呢 对 怎么就不放心了呢 因为宝宝那时候很小嘛 本来就是刚刚几个月 然后他家里父母是很忙的 自己有一些事业 自己做了一个养殖场 我有一次下班回家的时候 就看到宝宝自己在那个床铺上玩 然后就一直在哭哭哭 嗓子都基本上哭哑了 我就说我心疼这个孩子 周围都没有人 爷爷奶都不在身边 就是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干活 得走五分钟这样 我俩大吵一架 我说这个孩子怎么能这样 还有一次 孩子满身长疙瘩 本来在那个养殖场里边 条件就不好 长了一身的疙瘩 孩子身上的一身都挠破了 那环境就那样 那么小点孩子 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屋里边 没有人看 孩子从床上摔下来的怎么办呀 摔坏了怎么办呀 那是我十月怀才生下来的 小嫩你不是也让他们 看到一岁半了吗 也就是说你带宝宝的时间 并没有爷爷奶奶带的时间长 是还是不是吗 是